北京跟华盛顿之间 脱钩锻炼是嘴巴上不承认 但是行动上是相当诚实 中国大陆的公司 尤其几个指标性的国营企业 2022年就已经离开了 假如两边要这样继续弄下去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有两败俱伤的心理准备 政府干预又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这也是一个重要观察的指标 一方面扼杀了企业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可能政府的管束越来越严 长久下来可能是对美国的企业发展 未见的是有利的 美国对中的制裁再次的烧向 这一次是烧到了AI的高科技领域去了 6月25号凌晨这一天 陆续是有API的开发人员 他在社交的媒体上面表示 收到了来自美国ChairGPT开发商 也就是OpenAI的警告信 这一次OpenAI重磅的宣布 会从7月9号这一天开始来 正式的停止向中国大陆提供应用程式界面 也就是API的相关服务 业界人士做了分析 大陆国内的这一些创业公司 他们过去主要透过接入OpenAI的API套壳 推出的这一些大模型 或者是应用程式的公司 都可能在这一回这一轮而被淘汰 另外OpenAI还有另外一项重大的人事异动 是宣布退役的美国陆军将军 这位是保罗忠贞跟将会加入公司的董事会 外媒做这个分析说 这个人事案和美国队中的这一波制裁 都脱不了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而美方的制裁是否迫使大陆的这些大型公司 类似像半导体行业一样 这次也会来加速自主研发 促使更多国产模型的诞生呢 我们在这一节来一起解密 这一波的制裁奇怪之处 是由企业自己所发起的 另外OpenAI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微软 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但是这一回微软和中国大陆关系不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陆不利的一个决策 上智哥如何解读 这个消息一传来之后 在中国大陆微博 微信各方面的讨论真的很多 影响很大 当然有关于现在这个所谓AI的对话 那在中国大陆其实以中文应用来说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模型 包括百度 甚至一些手机公司 他们自己也有小型的部分模型 但就像刚刚思敏所提到的 对于一些套壳应用 喜欢翻墙 那么喜欢拿到一些所谓国外 特别英文对话的一些相关资讯 包括透过AI当中来做一些图像创作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当然这个时间点突然说出 是不要中国市场了吗 这个就是你最后不要 你就不让中国的这些 包括企业能够再继续套用 连上他们的OpenAI的话 你就不要这个市场了吗 这感觉起来是一个非常赤裸 跟是草率的决定嘛 但我们不得不说 首先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有很多的揣测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在6月4号的时候 OpenAI全球大当机 包括我自己在使用 当天晚上当机 想说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当然OpenAI做了 说他们会调查 但直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说来自中国方面的OpenAI的运用需求很大 超过它的负载 但是它能够获利的部分的比例 其实相对比较小 所以在总体评估之下 我认为这个原因 因为在商言商 如果中国市场真的大赚其钱 目前美国政府也没有直接明令不准用 说不能晶片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软体应用的话 也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要自己自断手脚 这个很怪的 所以你不得不好虑 是不是他自己评估了一下 中国那边的这个每天日积 有几千万上亿的人口可能在使用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当然就刚刚所提到的两个时间点 现在就出现OpenAI的董事会的这个改组 进入了一个过去有美军 而且是网络安全出身的这位陆军将军进入董事会 这个timing真的太怪异了 对 而且在此同时不要忘了 美国财政部最近 美国政府针对了中国大陆的三大电信 就是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跟中国电信 他们包括在美国各方面的这个数据 跟相关的资料 同时在测查 同时财政部也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在美国投资 AI相关的这些企业的部分 有明明的禁止 所以政策面当中 其实众手好像要出 但是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暖身了 OpenAI是不是已经感受到 最后终究来讲 还是一样 市场也难吃到 那么政策方面其实也是 有很大的前景的问题 干脆早早自断其手 不过我们得说 OpenAI虽然在AI上当中来讲 在全世界最领先 但是就如同Google一样 包括Meta一样 在全世界都是想当当的巨人 但是唯独在中国市场吃憋 刚刚提到微软 各位就不要忘了 最近整个中国大陆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 所谓的在应用电脑系统 PC的去微软化 改用鸿蒙系统的 这方面虽然没有直接跟微软 直接冲撞 但是都可以推估 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内 整个在整个中国大陆 从官方到民间 在整个PC跟电脑应用的 连微软都可能都去掉了 长久来说 不要说对微软 对OpenAI 它建构到微软系统 包括比如说 它的Bin的搜寻引擎 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不见得能够具体的应用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你考虑 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 中国市场要切断 这一定是一个审则的结果 不会只有市场跟获利的因素 OpenAI要切断中国市场 或许是真的 就是没有算到什么样的钱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 又做了什么样子的准备 其实在美国这一波制裁 可能会伤到自己之前 它早就已经有所因应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家企业 包括了百度智能云 阿里云跟智朴在内 多个中国大陆的AI平台 早就已经推出这个搬家服务 说透过提供优惠促使客户 你就转切到使用自己国内国产的大模型 但是我们虽然说可以看到说 OpenAI在中国大陆没有赚到什么钱 但是要切断 要切断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 还是要耗费成本 那去盯中国大陆 怎么计算这个效用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在美中竞争的范畴里面 大概下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蛮白热化 大概就是科技竞争 因为科技民族主义 实际上是重商主义的后面的一序 也就是说美中之间的竞争放在科技上面 而对中国大陆来讲 对它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就是发展自己的系统 现在西方在制裁它 在防止它的使用AI或西方的平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认为中国大陆 因为2017年在十九大 已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科技强国 这是一个目标定出来 那后面有遭遇到美中贸易战 虽然有受到一些阻隔 但是我觉得以它长远的目标 以安全来讲 它应该还是要发展自己的AI 那以目前的科技技术 从媒体上看到 大概平均中国大陆大概落后 美国大概两年左右 那其实这两年并不是很大的一个鸿沟 对只有两年 中国大陆愿意它要投资 更多的资源进来的话 其实它有机会追赶 而这个追赶可以帮它改变生产要素 对共产主义来讲 生产要素改变就是生产力的解放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会 集中力量半大师的一个 非常的重要的重点 所以它会不太记成本 也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达到 然后让自己的 因为AI是下一步的未来的趋势 它必须要在这里面 取得自己能够站住脚的位置 所以在美中竞争的这个关系里面 我相信中国大陆的计算方式 它绝对不是以眼前的商业利益为准 它应该有更长远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考量 特别是你使用AI 我们在就是说 西方开放平台给它使用 那也就是西方其实也同步在收集它的资料 这是议题的两面 那我觉得如果它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平台的话 对它来讲应该也是一种安全的提升 是好所以不只是半导体的 现在连AI大陆接下来都有可能来加速这种大规模的这种 协助它的发展产业的政策方向 是国家的一个整个方向 我们来看到美国又做了哪一些事情 刚刚特别提到美国政府恐怕用比制裁大陆晶片更快的速度 要全面封锁AI 最新的消息 现在是连美国的这个商务部 财政部都要联手出击了 调查的是刚刚好上次哥特别提到中国大陆的三大电信公司 不念出来在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 理由是担忧他们会把资料传回中国大陆 财政部炮口也对内 接下来会限制美国的资金 还有投资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电脑晶片跟量子计算领域呢 未来你都要在做交易的时候 做一个申报 看得出来这个限制措施已经越来越升温了 财政部现在点名集中资金还有中方指标性的这些公司 但是会不会造成在美上市的大陆公司逐渐撤出美国 这是拜登真的想要的结果吗 张建老师 其实呢这个就是北京跟华盛顿之间 这个脱钩锻炼是嘴巴上不承认 但是行动上是相当诚实 假如我们希望观察或者评量 它到底有没有脱钩锻炼 我们大概有四个面向可以去观察 一个是技术封杀 第二个是资金断流 第三个是市场封锁 最后一个就是资讯隔绝 但是呢您说这个就是 这个中国大陆的公司 尤其几个指标性的国营企业 在2022年就已经离开了 按照目前的统计资料越来越走的人 因为他们 其实大陆本身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也很难通过那个PC AOB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它叫公开发行公司的 这个会计监督委员会 它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法条的规章 事实上这个某些上市公司 虽然上市了 但是事后的运作 它很多资料它交不出来 到了最后也必须要离开 那假如今天是两边 要这样继续弄下去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有 两败俱长的心理准备 但是呢就刚才 我还是这个补充一下 上志兄那边 就是刚提到的一个人 就是那个POWER中根根 POWER中根根根是美国资讯站 就是说网络站 这个指挥部的指挥官 也是这个国家安全局 专门管信号情报 跟网络站资讯站 这些的这个就是这个局长 所以呢 这个以往这个的出路 没有像它这么好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就是未来它离开之后 它也会将以前的老干部 跟老部下慢慢慢慢 官跟商之间 就是原来在这边服务的 这个官的手会慢慢慢慢 就是专家会深入 这个私营企业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个会不会 会影响到美国私营企业 在这上面 这个生存发展的活力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干预的程度 又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这也是一个重要观察的指标 一方面可能扼杀了这个企业的活力 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政府的就是管束越来越严 长久下来可能是对美国的企业发展 未见的是有利的 美国商务部又有最新的限制 最终的制裁动作 这一次我们来看到的是主管出口管制的这位次长 他叫做艾斯特维茨呢 将会亲自 他接下来会跑一趟日本 还有荷兰这两个国家 要求对半导体行业增加更多的限制措施 首当其中的就是要限制设备供应商 艾斯摩尔前置住大陆制造 AI所需要的这些高阶记忆体晶片 尤其现在AI是现在最热门的发展产业 并且接下来要锁定的就是这些高频宽的记忆体 HBM的中国大陆晶片的工厂 我们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 这一家旧市长江存储了 关心的是哪一些大陆的晶片记忆体大厂 会成为继华为之后 美国的眼中钉 其他国家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日本荷兰政府还有半导体相关企业 还会再进一步跟进美国对中的制裁脚步吗 好我们今天都会来做观察 再来看到是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才亲口告诉荷兰的总统 宇特他说 无论有没有艾斯摩尔 我们都阻挡不了 中国大陆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 而艾斯摩尔也从未真正放弃过大陆市场 美方新一波的一个威逼 这个背后的谈算到底是什么 张静老师怎么看 首先我想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因为我们比较少谈到高频宽的记忆体 HDM HBM是利用3D的堆叠工艺的所做的 仍然是动态的这个随机存取记忆体 它是在这个GDDR5跟DDR4的SDRAM SDRAM上面做来的 所以它也是这些工艺都是一点点的累积 那这个讲起来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一点一点在这边累积这些 就是电子业晶片业的发展 它也不是无家阿蒙 但是美国现在积极的在做 原则上是这样 能够打死你的就把你打死 能够把你拖慢的就把你拖慢 但是损人总是不利己 这个商人亿万自损8000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背离原来商务部 所做的输出管制的基本的原则 商务部对于输出管制的原则 基本上要建构于 军民两用科技的那个 就是安全的那个左眼 你可以做这些输出管制 但是现在已经是在 基本上是扼杀人家经济活动 因为做的这些东西 诚然是可以军用 但绝大多数都是民用科技 所以它今天已经到达 一种是所谓经济扼杀的那个手段 这跟我们原来的所谓见到 美国的国务院里头 管的是有关的军事科技 跟军备产品的出口 而商务部管的是 军民两用科技的出口 这个跟原来的输出管制 冷战时期的输出管制 都没有恶行恶装到这种的地步 这是最严重 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失掉原来当年 所谓的输出管制的初衷 已经不是安全的左眼 是根本上就是经济去扼杀那种的方式 可是这种方式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已经把所谓的 讲得难听一点 就是把帝国主义的嘴脸整个拿出来 那现在欧洲就要考虑了 我要不要跟进 我跟进之后 对不对 你可能说你达到你的政治的目的 但是牺牲的是我们的企业的利益 而你美国的购买力也确实没有像以前 因为以前美国在这些做输出管制 就是你不要向那边输出 然后但是我补偿你 我向你让你的企业活得下去 现在美国没有那个财力了 也没有那个市场了 所以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讲有一句 我们的中国人的成语 讲的色力内人 美国现在慢慢慢慢走向那个样子的嘴脸了 好 这一波美国对中的制裁已经涉及到的是 经济上面的扼杀了 非常的严重 这一波被点名的企业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长江存储 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随着现在可以看到大语言模型的参数量 不断增加 需要更多的这些更高频宽的记忆体 所以AI处理器才能够因此正常的运行 长江存储的小档案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 它是全球的第六大 同时也是大陆的第一大 3D快闪记忆体制造商也是我们先前提到的大基金的重点扶持对象 目前正在加速生产AI的时代 当然就是更需要这种高频宽的记忆体了 这位是他的董事长我们来看到的是陈南翔 他说什么 他同时是兼任的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行业的协会轮值主席 他才呼吁说面对现在美国的制裁 我们业界应该要团结起来才对 好AI时代存力算力都很重要 华为中心都停过了 那我们怎么看长江存储有可能停不过吗 还是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我以为你怎么看 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AI有三个重要的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算力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讨论的像GPU 那么第二个是电力 因为要有足够的电力 你才能够驱动这个算力 才能够训练大语言模型 或者是才能够让人工智慧模型 有更好的呈现的结果 那么当然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资讯 就是资料量 或者是我们说资料库 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记忆体对未来的人工智慧的发展来说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项这个必备的元件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全面的科技围堵 几乎是 现在是采取滴水不漏的政策 就完全这个全面的在进行这个打压的状态 任何一点出路都不留给你 所以从先前我们看到的晶片的这个制造 像中兴 像当时的华为 到后来我们看到的宁德时代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长江存储 几乎所有的这个科技产业的发展 美国是进行全面的封杀跟围堵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中国大陆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短空长多的局面 为什么是短空 当然短时间之内你被围堵 你受到了封锁 你一定在这个供给量上会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这个空也没有多空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这些高科技厂商都很聪明 就他们很早就已经嗅到了这样的一个氛围了 所以你光是ESMO做的光科技 其实中国大陆早就在去年就下单下了很多了 那么你说这个下的单是不是足够 未来多久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求 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短时间之内 你说要让它立刻有匮乏的状况来说 大概不太可能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NVIDIA 这个美国商务部限制它的GPU 卖到中国大陆去H100 A100 可是事实上你们知道像腾讯 早在去年前年就下了大量的单了 他们已经累积了很庞大的这个记忆体的量在手上 这个GPU的量在手上了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谓的短空 因为这样的封锁跟围堵 当然会对它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 可是为什么我说长多呢 就是大家只要回想一件事就好了 中国大陆的航天科技 有任何一丝一毫是来自于西方吗 当时美国30年前发展航天科技的时候 它是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外面 30年后三代航天人走出了今天的天空太空站 你抬头看天上的太空站 除了西方国家的太空站之外 就是中国大陆的太空站 它没有靠美国跟西方的这些技术 它照样走出自己一条路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你现在采取这样的封锁跟围堵 你就是逼它自立自强 自行生产 自行打造一条所谓的产业链 打造产业链需要时间 这不是一处可及的 但是你只要让中国大陆打造出这条产业链 那么接下来 中国大陆就真的完全是诸法接空自由自在了 它根本不会受到你任何的压制 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也好 或者是这个英特尔也好 或者是你看到ASMO也好 他们都不认为美国这个政策是聪明的 他们不断地提醒美国政府说 你真正应该做的是 让他继续地买 直到有一天 你忽然不让他买的时候 你会对他造成致命性的影响 可是你现在这种敲锣打股市的方式 去逼他自己来建造这样的产业链 最后的结果是 你会失去所有牵制他的筹码 好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制裁 加速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化 短多长空 现在目前可能是 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我们刚刚提到的商务部 对荷兰日本寄出制裁 而且现在扩及到的是 这些最基础的这些记忆体层面 都扩及到 但其他的国家就要配合吗 永明负命怎么看 ASMO的执行长 在四月份的时候他就说嘛 没有理由不做中国的生意啊 对 那我跟你讲 今年一到三月第一季 ASMO的这个就是 营业额 49%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订单 然后呢 事实上他还压了两成 那最重要 就是第一个 我们讲工艺链 产业链 产业链 你一定要把市场跟客户要考虑进去 因为如果说你市场跟客户 不跟你买 或不在你的供应链范围之内 你哪有什么供应链呢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 我们通常只是从技术的这个层面 或者是说 这个产业的上游到下游的这个角度 但你都忘记了客户跟就是市场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 那在中国大陆 尤其这个科技界 到半导体 到甚至ASMOL的机器 它占一半以上的 我刚刚讲的49% 对不对 我们台湾的制造的半导体也是 你主要是到哪里去被使用 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 你要不要这一块市场 否则的话 你的银额怎么撑得下去 美国能够多出来这一块市场 能够去支持吗 不可能 它最多给你一点补助 让你到那边去设厂 所以我是觉得 日本这边也是一样 李强去 这个首尔开中日韩的三国领导人高峰会的时候 他也说 必须要反对保护主义 这个脱钩 以及这个避免公益的切断 另外日韩两国领导人 岸田跟李锡悦 也都赞成了 而且要重启就是中日韩的FTA谈判 那中韩的FTA甚至要走向2.0 他们都很清楚 但是呢 当然在老大哥的压力之下 慢慢做 这个不要讲 讲得太大 因为市场会带来影响 尤其当刚才讲到 就是ASML的这些EDU的时候呢 DUV的时候 其实华为的910已经做出来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 华为 也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也在做 那我必须要提一个 就是最近经济学人 上个礼拜 经济学人事实上是 对中国是很挑剔的 而且用词都是很反讽的 五年前他问 他的那个封面问一个问题 中国的科技 是一个大国吗 五年后的上个礼拜 他一样封面 用个灯泡 然后呢 五星 中国是一个超级科技大国吗 答案 是的 再加一个是的 是的 那怎么说呢 他用两个不同的标准 叫做高标准论文 他有一个叫Nature Index Nature我们知道 是全世界最顶级的一个科学杂志 他用那个Index 也就是说 这个超高 超影响力的论文 中国占四成 美国只有10%到15% 欧洲加日本15% 然后呢 AI 我们不是讲AI吗 AI2003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论文的 就是常被引用的论文 随便发表论文 数量上 我们都不算 是中国的三倍 到了2022年已经被中国超越 而且事实上 这个经济学人我看的里面 还讲到一个就是大陆这边 就特别在这个深层研究方面 然后跟这个GDP这些深层是这个AI有关的 最关键的研究是大陆的学者 他们所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整个AI的研究 光是在就是论文上面已经超越 你更不要说人数上 人数上 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到美国去念书里越来越少 因此呢 现在光是在大陆这边每年提供的科学 这个STEM的这个学位 就有几十万个耶 你可以想象看 是 所以那当然更进一步的 我们看到最近的阿里巴巴的 他那个数学比赛 居然前十二 第十二名 是一个来自于中专生 也就是我们的高职生 对不对 那他的老师居然是一百二十五名 我看的很惊讶 我说 哇 在大陆的这个中专 我们的高职教育体系的老师 可以带着学生 拿到的阿里巴巴的十二名 跟一百二十五名 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希望 对不对 那经济学人告诉我们 不是说他有希望 他现在已经超越美国了 那你在工艺链 你在市场呢 根本不用说了 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 是华为的强务董事汪涛 近日他出席了这场活动 是在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上 他特别指出 说华为正在推出的这一款 叫做深藤910B的AI的晶片 他说训练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时候 效率是已经可以跟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 辉达的这款A100来做相比 它的效率可以达到这一款 晶片的百分之八十 而且他还说呢 在特定的一些测试性能上 甚至超越辉达同款 刚刚讲的这个A100的超越 幅度达到它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现在包括了在中国大陆 它的知名企业 包括了辉达 还有腾讯的部分 这些企业的中国企业龙头 也购买了深藤910B的晶片 将会用在会议等等的任务上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陆的这些科技巨头 都转向采购国产AI晶片了 价格面应用面 似乎都越来越有竞争力 不过晶片能不能普及化 也是一门学问 接下来升腾910B 晶片有望在市场 杀出一条血路吗 维渊怎么看 事实上了解AI发展的朋友就知道 其实对AI来讲 AI的发展就可以代表未来的国力 那么AI的发展里头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资助 第一个资助是算力 第二个资助是电力 第三个资助是资讯 这三样东西决定了未来的这个 所有的AI的基础模型 训练的这个速度 跟它的这个功能 那么因此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 在算力上 在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大语言模型 或者这些基础模型 它的运算方式都是简单的 大量的 同步的 平行的 因此各位就会发现说 为什么这两年灰达忽然走红 在两年前为什么讲AI的时候 大家并不见得这么重视 所谓的GPU 就是因为在这两年来 我们的基础模型 有了很大的转变 现在的基础模型 是以变换器模型为主 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的运算的模式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它需要同时进行 大量简单 重复的运算 而GPU可以达到这一点 虽然功能上 CPU比GPU强 可是因为GPU做的是 简易大量重复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 从去年生成是 AI开始走红之后 GPU的需求量 开始大幅的提升 那么NVIDIA它推出来 现在在市场上 最受大家重视的两款GPU 当然第一款就是所谓的H100 那么H100的价格相当的高 以八张H100所组成的伺服器 它要价可能要50万美金 那么你在以八张H100所做出来的 稍微次规的这个伺服器 它也要40万美金 那么但是H100现在是市场上 大家最抢手的 因为H100的计算能力非常强 它的运算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只讲一点 大家就知道说现在H100的状况 所以H100这个GPU 目前为止 光是OpenAI 它准备要训练 它的这个Chair GPT-5的 这个大模型的时候 它就预计要花 三万片到五万片 GPU H100 那么光是今年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这个H100流向最大的 两家科技巨头 一家就是Meta 一家就是Microsoft 他们每一家都买了 十五万片的H100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在发展大语言模型 或者是基础模型的时候 H100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 这个GPU的这个一个选择 但是A100 虽然比H100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呢 A100它一样可以发挥 一定程度的功能 它发挥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Meta Meta的手上 现在它的主力就是A100 它有两千一百万张的 A100的GPU Tesla手上有七千张 A100的GPU 它正在发展 它的这个AI自驾的功能 所以你说A100 在性能上 没有办法比上H100 但是至少A100 目前为止在 在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上 它还能够发挥功能 那我就知道 为什么要讲A100 就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对标上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 深藤910B 它现在是以A100 来做一个比较的对象 它特殊的这个任务上 它的性能可以领先A100 大概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基本的训练上 它大概是可以达到A100的八成左右 所以这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中国大陆投入 这个AI GPU的发展 大概也是这两年的事情 因为美国对它发动了科技战 对它进行了科技围堵 它才改变策略 自行来设计跟生产 光是这两年的时间 还不到的时间 它就可以把这个AI的GPU 拉到跟A100差不多的等级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恐怕就极有可能 也相当有机会 它超越了A100 甚至往更高规格的这个GPU来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几个月 黄仁勋 这个Jason黄 在接受西方媒体专访的时候 那时候媒体在问他 他说你担不担心 这个NVIDIA 未来有很多挑战跟竞争的对手 他黄仁勋在那个问题的回答里头 他只重视一个公司 就是中国的华为 他强调说中国大陆的华为 极有可能是他一个很潜在 这个潜在的巨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如果现在美国持续要限制 这个AI晶片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那你无疑就是逼着中国大陆 自行来研发这个GPU的晶片 就AI晶片 那这种情况之下 NVIDIA不但失去了庞大的 中国大陆的AI晶片的市场 同时它也变向了 培植了它更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华为 因为当华为接下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准备来自行研发跟生产的时候 那么将来 华为就会变成世界上 跟NVIDIA具有竞争能力的一个厂商 好 连黄仁勋都说 他只担心这个中国大陆的华为 这家厂商 接下来他在中国大陆的接受度 会不会越来越严峻 东欣姐如何看 事实上他的营收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场 已经看到明显的下滑了 从去年的第四季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几 到现在最新的数字 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这个下滑 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他被拜登政府要求降规之后 那以降规之后 我们刚刚讲说要对焦的是A100 而不能够再去对焦H100 因为事实上这个H100 是不可能卖给中国大陆的 所以中国大陆能够买到的就是A100 那如果你去对焦A100来看的话 华为现在自主的这一个晶片 其实差距已经非常非常的小 那当然这个按照汪涛的说法 有部分特定的功能 甚至于超越 有人认为呢 差距大概是在半年 有的人比较悲观一点 认为可能差距在两年之内 但是不管是半年或两年之内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确定性 就这个NVIDIA什么时候 可能会因为他的这一个H100 A100太过受欢迎 在中国大陆太过受欢迎 拜登也许又会寄出一个 又要再进这一关 新的一个再降规 对不对 因为中国大陆只要稍微有进展 他那个地方就要寄出新的禁令 OK 所以对大陆的厂商来说 他们现在呢 也刻意的希望扶植自己的晶片 因为他不能够永远被回答 重要不是回答公司 他不能被拜登政府一直卡着脖子 所以他如果扶植了国产 他就不用担心未来的制裁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腾讯 百度 他们会高调的宣布说 他们要选择的是 华为的这个升腾910的B 这个这个鸡片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希望借由跟生产晶片的华为 一起相互合作一起进步 这一点其实确实是NVIDIA最担心的 那如果有印象的话 去年5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这个金融时报有专访黄仁勋 黄仁勋当时就说 我们不能失去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因为全世界很多地方 制造生产晶片的地方 理论上我们都可以找得到替代的地方 只有中国市场是找不到替代品 找不到替代的区域 那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是这样子 其实在人工智慧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设计出来的晶片很有效 这是一回事 但我的客户他可能特定需要什么样子的需求 其实是要相互沟通的 所有的半导体或者是人工智慧电子 他的进展通通都是相互合作 打磨出来的进步 而不是说我自己在家里头钻研钻研 然后我就进步了 不会 他一定要跟客户相互沟通 那中国大陆其实很擅长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AI的运用 运用到生活场景 运用到可能是军用的场景 可能是在商用的场景 也可能是在工程用的场景 乃至于自驾车的场景 就他有多元的场景的 直接的市场的运用 那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跟晶片的制造商 我相信华为现在跟他们就是 工程师对工程师 一直在探讨那个过程当中 要怎么样去修改这个设计 然后接着往前进步 可是NVIDIA失去了这些客户 其实也失去了一批工程师 协助他打磨前进的力量 所以他会有多重的损失 短期来看的话 那只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损失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会觉得还OK 因为究竟他现在的这一个 所有的晶片都是 都是这个抢翻天了 所以他并不在乎 这个市场的短期的损失 他真正在乎的是 我损失的这些客户 可以帮助我进步 然后还有我损失了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未来有足够的规模 可以让这样子的晶片出现 你现在稍微 可能没办法跟我竞争 但对不起 华为在这样的市场的规模之下 他是有机会借由规模经济 达到来跟我竞争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然后第三个是 那我不就是白白训练了一个竞争对手吗 我让一个竞争对手凭空出现 过去如果说我没有这些禁令的话 中国大陆 我老实说 过去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之所以发展的不上不下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国产的好像感觉上都有很多问题 我何必一定要去支持国产的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为什么不用海外的 可是当你因为科技在而无法使用海外的晶片的时候 你逼迫大陆的所有的厂商都必须要扶植自己的晶片 扶植自己的设备仪器 你就让这一些最先进的制造者全部都凭空出现了未来竞争者 这个未来到底要花多久时间 我们现在没办法预估 可是我可以说的是 现在有共识的事情 不管是美国半导体协会 艾斯摩尔 灰达 他们都有口径一致的说 这一个竞争者一定会出现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是 好 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 回答他要担心的这个市场的部分 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短期之内 但是长期来看 凤鑫姐帮我们讲得很清楚 研发的能量 未来跟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才 半导体的工程师合作的 这些研发能量就会因值而降低 我们持续要来关心的是另外一款 同样可以跟华为来对焦的 回答来对焦的华为晶片 还有哪一款 现在大陆的半导体业的盛传说 华为已经决定了 在今年九月份 要来推出升级版的这个AI晶片 这一款叫做910C 比刚刚说的910B在升级 然后会用7奈米来做 那说这个会对标的是 刚刚我们要特别聊的 就是挥达H200 好 请教张静老师您如何看机会挑战 我想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中国大陆的晶片的产制 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这个业者 但是大家普遍的共同市都希望他们能够建构稳定性的商员 而且要增加产品的可高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稳住这个市场的供应链的关系的话 未来要持续更新换代 那些那就是等于说你这个顾客是跑不掉的 但是呢 这个人家其实讲说美国对它禁止输出 也等于是在变相保护这个中国大陆的自己本土产业 因为原来你没有今天没有自私死地 他怎么会厚身 所以人家就讲你封了你自己人家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你开放你的人进去 事实上就让人家就是依赖你的产业 你等于把鳄鱼给放进去了 你先把自己这些凶悍的业者挡住 那你不是等于说在帮助他们本土业者的生存 但是蛮重要一点的话 就是说中国大陆对于刚才 因为我要呼应一下大千 大千刚才有讲说 这个在人工智慧之中 这个就是算力 然后电力 还有它的这个本身的资料库这里头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的话 中国大陆对于这个人工智慧这个产业之中 它算力之外呢 它更强调演算法的研发 它其实投注了很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来开花结果 另外一个呢 它非常热衷于去建构数据库 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 它去建立这些数据库相关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对它有利 所以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它有 你可以去正面看待的话 就是说这个机会是很多 但是挑战的也确实不少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一个错误的策略 这往往会反而帮中国大陆建立一个 更有效率 而且更对它有利发展的商机 所以中国大陆称 这个拜登为拜振华 也还真是有点道理 美中科技战火之下 我们来看到 美国先前联合了多个国际友人 来持续的对中国大陆 来做晶片上面的围堵政策 现在持续的加到它的力道 现在往中东国家来做前进 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知情人士的透露 美国官员这一次再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 这一回决定要来放缓 美国的晶片制造商 挥达跟超为来向中东国家销售大批的AI晶片 所以锁定的就是在比较高阶的这些AI晶片上面 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晶片上的买家有哪一些 大家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卡达等等 专家做了分析 美国这么做主要就是担心它的技术 透过中东国家 接下来会转向中国大陆 所以做了这项决策 我们来看的是美国对中东的新出口限制 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在AI晶片上面的取得跟发展 汉婷怎么看 首先我们实际来分析 就是从过去以来 那中国大陆自从中东里面所进口的分量 其实是占有多少 因为大中其实是来自于美国 欧洲 台湾跟韩国 那么真正从中东所进口的数目当中 份额并不是很多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之所以会紧针对中东 是因为在中东 不论是沙特 阿联酋 其实都有自己要针对AI以及大数据等等演算 都有投注相当大的心力 比如说沙特就预计要在2030年 要打造一个所谓的AI的元年 然后呢 另外一个国家也向Intel购买了大批的这些晶片 那么在沙特呢 自己也有成立一个大学专门研究相关的事情 而当中就有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 所以当然来说这个研究人员有没有可能借此碰触到来自先进国家的芯片 或者是一些成熟的软体跟应用技术之后再带回中国大陆 虽然这个几率不是很高 但是就美国来说呢 是一点点的机会都不能够让大陆抓到 那再一个实际从技术的层次上面来看 当前中国大陆的许多芯片 其实早就是在自己自足 而且不断的自己研发的过程 所以就美国可能会认为 你只要一点点有接触到我高级晶片的可能性 我都不要给你接触到 而第二个从产业面上 中断了对中东的出口 也能够让如果大陆是有一部分的公司 有进口这相关的业务的话 那这家公司显然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对美方来说打的是这个主意 但当然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实际上本来在晶片半导体这方面所有的研究 都是不断的要自己自主化 都是想办法的要去除海外的相关影响 所以当然这一项的措施 也只会迫使中国大陆更加的好望 自主化的生产迈进 好就算是一点点美国都要来阻止到底 但是如何看美国对中东的新出口限制 是否影响中国的AI晶片 我们继续曲上之歌您又如何看 是这样子我想中国大陆长期以来 其实在美国的晶片禁令之下 始终还是有管道能够取得最先进的晶片 我想这是公开的秘密 只是说这里头无论是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 还是我相信在美国情治系统当中 一定想尽办法要去了解 那么比如说透过日本韩国 先前先传出说日本方面可能也是一个 比如说民间当中一些购买辗转到中国大陆 但我相信花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现在锁定中东 我觉得中东主要就是在于 美国跟阿拉伯国家当中 特别是像刚刚汉廷有提到的 阿拉伯国家当中自己本身 也在发展自己本身的晶片产业 跟科技的所谓的新科技 包括AI的生活应用 比如说观光旅游 跟各方面的国家建设 所以在透过中中国家当中 采购最先进的晶片 而且中中国家那么有钱 你不卖他们卖谁呢 所以一向来都是合理的管道 但是我相信这段时间 应该是花了一段时间 美国方面才掌握到 主要是这当中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地方 如果你是一般 如果用美元在采购 或传统当中的 国际这种金融采购的部分下 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查 可是中东国家很特别的部分 其实是穆斯林基金 或穆斯林相关外围的投资公司 因为长久以来 穆斯林基金就是跟犹太基金 大家是相互抗衡的 也就是穆斯林基金 跟穆斯林基金相关的公司的 在刚刚讲 中东国家这些近期的采购 甚至绕过印尼 绕过新加坡 等等 并不是美国能够像 透过犹太金融系统可以掌握的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 我相信在前几年的时候 美国一直在关注 但是呢 跟先前你透过美元 跟一般传统的国际贸易的方式 去追踪补捉不太一样 那么中东国家的部分的 穆斯林基金 或相关的部分的公司 在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做个转手 那么帮助中国大陆 我不要说官方啦 透过民间当中的采购 他花了一段时间 他就类似像 过去伊朗 对于伊朗的金融协助 这个部分 美国也不是马上就抓到 也是隔了好多年 顺藤摸瓜 最后才掌握到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 整个对中东的出口的禁令当中 包含了整个这个战略思考 不只是针对中东国家要限制 怕技术流出去 还包括彻底希望从源头的最新的 包括AI应用的这些晶片 转转流到中国大陆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所以代表美国其实追踪中东的这一条路线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继续请永明老师来帮我们看 到底中国大陆跟中东国家过去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上还有哪一些 您观察 其实中东国家第一个在半导体上面 有很大的这个耕耘跟就是技术的领先的 是以色列 以色列在许多的这个技术层面 连这个Emilia 辉达在去年都这个并购了一个以色列厂 所以它的一些晶片的制造 在以色列也是一个重要的基地 那有一个叫做高塔 Tower Jazz 也是全球在做类比半导体的重要的 就是这个厂商 那它当然也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这个投资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了中东这些国家 因为现在半导体尤其走向未来的AI 这都是新石油 那已经从这个石油当中赚了很多钱 设立了基金 那它下一个阶段的国家的发展 其实现在都很清楚 像是阿联酋已经跟美国表达 就是希望能够去发展AI半导体 然后那个OpenAI的主持人甚至都跟好几个就是阿拉伯国家 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在谈要募一个7兆美元 然后呢把台积电都并引进来 这是两三个月前一个重大的新闻嘛 那当然现在整个半导体的产值也不过才五六千亿美元 也许大概到2030年可以到一兆美元 可是呢这个AI的未来的发展 那它是在全面性的 所以它现在一个七兆美元这个计划 许多的这个海湾国家 中东国家 大概就是各个方面 引进了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大陆 一起都在做许多层面 比如说绿能 比如说智慧城市 或者是其他这些产业 那你会问说 他们有技术人才吗 对 当然有啊 沙烏地阿拉伯沙特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然后呢这个杜拜这些 有非常多的科技大学 像纽约大学有跟他们合作的 那个可能大概是全世界 我那个奖学金给的最高的这个大学 你大概能想象 日本也政府投注了一个大笔的经费 在冲绳做一个叫冲绳科学大学 大学院大学的专门就是研究生的 也是专注就是在这个科技半导体 AI的这个领域 全球接览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在去年8月 他就公布了40个国家 包含一些中东的国家 说他这些AI的这个半导体的出售 尤其针对就是这个Emilia跟这个AMD 那必须要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同意 那现在呢 这几天的讯息说他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过程要放慢 因为他发现到 也许我们刚刚讲 中国大陆一些厂商可能透过中介 或者是怎么样转而取得这些晶片 但我觉得这个是放出来的这个消息 这个是假 这个也许有部分是这样的因素 但是呢 这个层面其实是容易管控 而且你可以知道他的这个流量 而且也不见得有多大的量 那关键其实他还是在针对整体一些 有一些国家 他讲的40个国家里面 大部分都是非西方国家 正在投入就是AI半导体发展的 他是全面性的 在针对这个半导体跟AI技术的这个管控 因为对现在下一个世代而言 尤其是对中美对抗 已经走到就是AI争霸 那AI争霸有这个从上游到下游各个层面 那从硬体到设计到这个算力 因此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全面 他只是我个人觉得 也许有一个中介取得 来自于中东卖给中东的这些晶片 转到大陆的这些厂商 但是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全面性在做管控 但是用这个当做一种 就是说新闻上的这个说法 那到底真实度如何 那我觉得也是半真半假